談到國民黨我們來看 因為張亞中說他他已經表態 他要選國民黨總統的這個初選 那他要求除了辦初選制度 而且要公平公正公開 另外要辯論 大家相互辯論 另外就是要採取黨員投票 還有民調各五成比例的初選方式 決定總統候選人 那也就是說這個今天人家用這個事情 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連手說三遍 好好的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他的策略有一些奇怪 然後今天有一些的評論 有一些媒體報導是說 他周圍的人是說 也不一定非要現在選不可 但是我覺得對於侯友宜來說 選仍然是他心裡面最想做的事情 否則他不會 他不會這個好好的事情之外 還要在那邊講說 我們不可以當強國的棋子 但是他一定也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邊 譬如說國民黨的尾牙 他又不肯去參加了 然後所以他跟黨又在那邊若籍若離 又想黏又不黏 那反而會對他要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會更不利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很猶疑 一直很矛盾 他知道要這樣做 可是他又做不出來 然後又可是心裡面那個想望又還是在 所以就會陷入他現在有一點 我覺得他沒有一個軸心的感覺 他沒有一個戰略的目標 所以我要往這個目標衝 反而是猶疑不定 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這應該有點糟糕 然後談到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還沒有講說 他一定會辦初選 那朱立倫說 按照媒體說 他農曆年後要親自訪問日本 我想請教郭委員 因為郭委員是亞東國會議員 友好協會的會長 其實我知道你跟日本的政界人士 也有非常多的往來 跟了解 他去訪問一本嗎 其實朱立倫他想要訪問日本 其實不是第一次 他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想要去訪問日本 但是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沒有成形 有一種說法是說 日本好像找不到什麼樣的人 要見他這樣子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子 後來乾脆就取消掉 因為那時候安倍剛走沒有太久 二來的話 朱立倫他想要創造他自己的高度 他的戰略高度就是親美 友日 河路 河路的意思就是以前的那個 馬英九的講法河中 這套講法其實馬英九 當初都用過 所以他創造一個高度 那問題來了 他選擇日本 可是他不是還有中國嗎 那中國為什麼是找夏立衍去呢 夏立衍不是去年八月才去而已 為什麼這次你要派他去呢 你堂堂一個黨主席 你不是要河路嗎 所謂的河中嗎 那為什麼不去呢 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不喜歡他嘛 中共其實對他來說是有所懷疑的嘛 所以說這種情況底下他當然是選擇只有去日本 才能墊高他一個人的高度 然後以照目前為止朱立倫他基本上我個人的對他的觀察 他是很想選 他在整個拿下十四個縣市之後又累積了兩勝 現在邁向第三勝的情況底下 再加上國民黨總統的這個候選人 即便是從李登輝開始 除了李登輝之外 那個立法連戰三位半山 對不對 接下來呢 又是誰 朱立倫 外勝的 對不對 後來韓國瑜誰 外勝的 對啊 所以說他不但是談血統又談論資排輩 他怎麼會讓侯友宜上來呢 對不對 他在心目中侯友宜宣散 不然我跟你堅信你今天有這個圍堂做 所以說基本上我覺得朱立倫動作頻頻的另外關鍵 還有看到是什麼 郭台銘啊 他想要找郭台銘回來 郭台銘他基本上 朱立倫想找郭台銘 對對對 有一種說法 要找郭台銘回來 他有行動喔 對 有行動喔 有行動 所以說朱立倫當中的這一個組合啊 搞不好是朱郭配或郭朱配還輪不到侯友宜 所以說這種情況底下 我是覺得朱立倫像是什麼 這叫來中啦 對啦 我那個贏的啦 整個我贏的 對 整個我贏的啦 雖然他們在2015年的時候 開始第一次所謂的這個黨內這個初選 黨內初選呢 誰贏了 洪秀柱贏啊 結果換掉啊 換柱啊 對不對 來中什麼 朱立倫啊 對啊 但兩千年的時候 不是他當主席啊 吳敦一當主席啊 他輸 他還跳到第三名 拍子也不能換啊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現在來中是什麼 就是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 我是覺得老實講 他一定有在想 但是呢 他要跟誰結合 他還在算 我覺得這個 這一盤局 以照國民黨來說 內部的這個朱 趙 郭 還有包括這一個喉 這個四人組合是怎麼樣組合 其實還很精采 後面還有一個看 剛剛時期講到說 郭台銘 我們曾有討論就是說 在南投的什麼公 發財金 本來這個是王金平跟郭台銘一起署名 那本來郭台銘怕算一包一包兩千塊 那有人跟他說 這樣後面沒人敢做 所以這個希望裡面都紅包 但是最後變成兩百塊 那這個兩百塊就是一千萬 他出一千萬 那請教一時期你剛剛講說郭台銘 朱立倫有動作 據說朱立倫 就是有消息說朱立倫已經跟郭台銘這個見過面 然後主題就是希望可以讓郭台銘回到國民黨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對郭台銘來說 哇那真是太好了 我說太好的意思是說 那我就可以無限制的叫牌了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郭台銘 我要回國民黨的話 我一定要拿東西換 你要有誘因我才要回去啊 那現在什麼東西對我有誘因呢 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 所以我要選總統嘛 你要負責去擺平掉其他人啊 朱立倫 你要給我承諾哦 你可以擺平得了這些什麼侯友宜啦 趙耀康啦這些人以及你自己 我才有這個選總統的空間嘛 那所以如果你談不到這種條件的話 請問我郭台銘是為什麼要回國民黨 對他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 更何況外面也有人要找我啊 柯文哲一心一意他有門票耶 他一心一意想要跟我搭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喊架嘛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底下呢 就是使得那個狀態會更為複雜 現在是郭台銘站在一個制高點上面 他時不時這邊發一下紅包 然後時不時在PO個臉書 罵一下BNT 然後所以他就可以維持他的發聲的熱度 然後又可以看看你國民黨要拿什麼東西 是不是能夠拿總統候選人的這個位子 這個門票來跟我交換 那郭台銘如果選總統那朱立倫呢 對啊 所以朱立倫要先擺平自己啊 那朱立倫我覺得他也還是想選啊 如果他真的不要選的話 你跑去出訪日本啊 你去累積這些幹什麼呢 更何況如果不選的話 他每次都是講說我們要團結 然後找出最強的人 找出最強的人 然後呢要這個每個人都要吾我 那你就先說你不要選吧 你如果真的吾我的話呢 你就說對我真的吾我 所以我沒有要選讓你們這些最強的人來選 我們來挑一個 是 你又不講 那侯友宜 所以你就是有 侯友宜也夠強吧 他也想選吧 對 但是他現在就是卡關 我剛剛講就是他有點猶疑不定 他也知道說國民黨也很難 這個萬眾一心的鋪紅地毯說 啊這個先生不出如蒼生河 可是他又很為難說 對我要參加初選 因為趙孝康也要初選 張亞中也要初選 他們都要初選的時候 我侯友宜怎麼出得來 這件事情我覺得 對侯友來說 還沒有想出一個解套的方案